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关西的桂林 桂林泥江边上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自然景观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 桂林山水是真的修丽雅 这里呢也是茂林修竹 有很多的这种汤位是当地的居民 卖这种泥江边上的小鱼 和一些小吃 这个景点呢,它是不需要蒙票的 就是杨硕新平古镇的九马化山 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和新平古镇大概是5公里 大概30到40块钱就可以租到电动车 梨江这段路的尽头呢,就是九马化山 先给大家从这个位置看一看 大家看我箭头的方式是不是有一匹马 应该看得很清楚吧 展示一下这个直观图 坐船来看一看 大家主要是看我箭头的这个方向 这泥江山水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我现在拉大镜头给大家看一看 能看得出吗 据说当年周整理和陈毅同时来游泥江的时候 陈毅看出了七匹马 周整理则看出了九匹 又传闻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看出了八匹 传说一般的人只能看出三匹马 人看出七到九匹马的都是猴王军像呀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泥江山水 可以从我手指的这个方向上去 如果是看九马化山的话是要在 船的对面 要坐船过去来回只要15块钱 在这个岸边也可以看得出一点九马化山 这个自然景观呢很多总统都来过 像孙中山也来过 所以还是比较出名的 现在桂林的山水是特别的清澈 不愧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啊 在这边呢我给大家再拉到距离看一看 这个九马化山 所以呢现在在网上也有很多人都知道周总理曾经 看见过九匹马 确实厉害了 不知道大家能看出几匹马 反正我是能看出三匹吧